他在教儿子如何自杀 只要拉下保险 把枪口放进嘴里 最后扣下扳机 就能彻底告别这个绝望的世界了 枪里仅剩的两颗子弹是他们最后的约定 也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深沉的爱 这是被末日笼罩的世界 一场未知的灾难让全人类濒临灭绝 就连动植物也没能幸免 废弃的城市里 随处可见的黄金珠宝早已没了任何价值 唯有残缘断壁还在述说着曾经的繁荣 而作为不幸存活下来的幸存者 父子俩已经在这绝望的大地上走了很久很久 他们不断往安 试图去到温暖的海边寻找生的希望 累了困了 两人会随意找一台废弃的车子休息 但如果饿了 却只能硬扛着 因为在这个食物来源早已断绝的世界 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反而成了最致命的难题 尽管父亲会下意识地搜寻路过的任何一栋建筑 可除了一片狼藉之外 建的最多的 也就只有在淡尽粮绝下自我了断的同类了 但相比于饥饿 父亲更害怕的却是遇到同类 这天 熟睡中的他被一阵汽车的轰鸣声惊醒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马叫醒了儿子 连物资都来不及携带 直接就逃进了树林 因为在末日之下 人性已经转变成了兽性 人吃人的恐怖现象也早已稀松平常了 甚至在这些人眼中 他年幼的儿子更是难得的美味佳肴 所以父亲只能祈祷着他们尽快离开 但好巧不巧的是 他们的车子突然抛锚了 趁着维修的空隙 其中一人来到树林放水 结果一转头就发现了父子俩 父亲第一时间举起了枪 并问出了他最在意的那个问题 男人一边回答 一边却不自觉地看向了孩子 脸上的笑意瞬间就让父亲紧绷了起来 但就在这时 再次响起的轰鸣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男人也趁机逃出匕首挟持住了儿子 父亲坚撞果断地开枪将男人击毙 接着迅速扛起儿子 赶在其余人追来之前 飞快地逃进了树林深处 可哪怕逃到惊疲力竭 代表着地狱的火把却仍在步步紧逼 绝望的父亲用枪抵住了儿子的脑袋 就算死 他也不想让儿子被当成食物 但幸运的是 他们最终还是没被发现 等到这伙人离开 父亲回到了废车旁 不出意外 他们的物资被掠夺一空 被他一枪击毙的男人 也早已被同伴啃食殆尽 到了晚上 父亲冒着被发现的风险 给仍旧没有缓过神的儿子点燃了篝火 他知道儿子今天见到了人性的黑暗 可他并不希望儿子因此熄灭了内心的火焰 儿子其实并不理解 但听到父亲坚定地告诉他 他们会一直坚守内心的善良后 儿子眼里的迷茫才慢慢退去 就这样 两人继续踏上了未知的旅途 可强烈的饥饿感 却无时无刻不再侵蚀着他们的意志 父亲甚至因此出现了幻觉 他再度见到了妻子 妻子的陪伴和相守曾让他感到无比幸福 但直到儿子的意外出生 这种幸福就变成了无尽的折磨 妻子没能坚守下去 崩溃的他无数次想要带着儿子一同离开这个绝望的世界 可每一次都被父亲拦住了 终于在某一天 他将最后两颗子弹留给了父子俩 脱下唯一的外套后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家门 至此消失在了寒冷的冬夜 他始终都无法理解妻子为何会如此狠心地丢下他和儿子 但现在他释坏了 活着确实要比死亡更需要勇气 他缓缓地走到桥边 留恋地看了一眼妻子的相片 接着又取下了手中的戒指 为了儿子 他不敢让自己继续回忆下去了 他害怕他会在崩溃之下追随妻子的脚步 又不知道走了多远 父亲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庄园 他赶紧带着儿子偷偷钻了进去 见到摆满包裹的客厅 以及一片狼藉的厨房 父亲意识到这里似乎是有人生活的迹象 很快 他就在桌子底下发现了一个上锁的地角 撬开地角后 他直接带着儿子走了进去 他也的确在这里找到了食物 但却是被别人圈养起来的一群残枝断壁的人类 儿子下意识地捂住了眼睛 父亲也立马拉上他转身就逃 可好不容易逃出了地角 儿子却又发现屋子的主人回来了 父亲只好带着他躲到了楼上 见到对方有四人且还拿着武器 而自己只剩下了最后一颗子弹后 他知道他们再次陷入了绝境 他颤抖着将枪口再一次对准了儿子 然而就在他即将扣下扳机之际 地角里的人突然撞开了地板 父子俩就这样再一次逃过一劫 他们赶紧逃出了屋子 躲进了一旁的草堆 直到夜深之后才敢起身离开 而谨慎的两只蚂蚱 也成了他们这一天唯一的口粮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收获 儿子这事突然问父亲 他们哪怕饿死也不会吃人的对吗 听到父亲肯定地回答后 儿子好像突然明白了火焰的含义 父亲欣慰地笑了 儿子内心的希望让他重拾了信念 可强烈的饥饿感却让他们的身体到了极限 就在两人即将游进灯窟的时候 命运的转折出现了 父亲找到了一所房子 房子的主人已经俯视成了一具窟窿 原以为又是一无所获 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父亲却突然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地角 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 地角里居然装着各式各样的罐头 这一刻 两人重获新生 父亲也终于能够向儿子问出那个梦寐以求的问题了 父亲将一个床垫盖在地角口作为掩护 带着儿子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晚 第二天 他用房子里残存的煤气烧了水 将两人身上的苦难和泥泞冲刷的一干二净 在整理好妆容后 他甚至又换上了久违的西装 以一顿丰盛的烛光晚餐来迎接两人的新生活 然而造化弄人的是 地面突如其来的狗叫声 打破了他们短暂的宁静 父亲瞬间意识到 末日之下有狗就必定有人 为了儿子的安全着想 他没有任何留恋 用小推车装上满满一车物资后 带着儿子再次上路了 还没走多远 他们遇到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 老人也停了下来 自觉地扔下了背包 父亲赶紧解释到他们并不是强暴 而是和他一样在末日挣扎的同类 儿子善良地想要给老人一点食物 不想节外生枝的父亲本想拒绝 可看着儿子眼里的坚定 他还是同意了 老人的眼里这时也写满了差异 但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可他太久没有饱腹感了 刚吃下去就吐了出来 见到老人并无威胁 父亲也邀请他结伴同行 交谈中 他们得知老人已经90岁了 并且患有严重的白内障 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任何事物了 等用晚晚餐后 老人突然就哽咽了起来 不是因为久违的温饱 而是他竟还能在这末日里看到孩子 他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而孩子是来接自己的天使 可当父亲问起他的家人时 老人却沉默了 父亲明白 这是一段残酷的回忆 老人内心的火焰早已熄灭 于是到了第二天 老人也自觉地独自离开了 而父子俩则继续一路往半 在路过一间临终小屋时 父亲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 地上的血迹更是印证了他的猜想 等他再一抬头 赫然就见到了一群强盗 正在追捕一对母女 在一生生绝望的惨叫声中 父亲拉起儿子玩命狂奔 在这个自顾不暇的末日里 他们根本就没有示意援手的资格 很快 他们离海边的距离已经近在咫尺 可不幸的是 父亲却在长时间的奔波之下病倒了 儿子赶紧捂住了父亲的嘴 希望能因此让父亲好起来 但其实父亲并不怕死 他怕的是儿子独自一人负重前行 心如刀脚的他 只能尽可能地为儿子 准备着他离去后的一切 可当他们终于来到了 梦寐以求的海边时 才发现原以为的生机盎然 此时却也早已被死机替代 见到这一幕 儿子内心的闲似乎也崩断了 到了晚上 他就开始发起了高烧 父亲很快也发现 大海中央搁浅了一艘邮轮 想到里面可能有 治疗儿子的药物 他将枪交给儿子后 随即就跳进了刺骨的大海 可他不知道的是 当他前脚刚走 一个拿着刀的陌生人后脚 就来到了儿子跟前 好在他还残留着一丝善良 当父亲回来时 所有物资都已被抢走 唯独儿子安然无恙地坐在原地 父亲健壮立马扛起儿子 就追了上去 好不容易追上了来人 父亲二话没说 直接掏出了枪 怒斥对方放下物资的同时 还逼迫他脱下所有的衣物 儿子有些不仁 但父亲知道他必须这么做 他需要用自己的残忍 来教会儿子如何生存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儿子却第一次对他发火了 他并不认为要把所有人 都当坏人看待 父亲沉默了 但他的目的也达成了 儿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想法 哪怕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于是他带着儿子转身回头 尽管对方没了踪影 儿子还是将他的衣服 留在了原地 最后还留下了一个罐头 这也是他对这个绝望的 世界最大的反抗 随后 父子俩来到了附近的小镇 儿子在这里发现了 一只活着的甲虫 这是地球正在苏醒的信号 可也就在这时 一只突如其来的冷箭 扎进了父亲的小腿 父亲立马掏出信号枪 朝着窗户射去 听到惨叫声传来后 他又忍着剧痛冲进了屋子里 里面是一对夫妇 丈夫已经被他一枪毙命 而看着已经崩溃的女人 父亲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了 但雪上加霜的伤势 却也让他的身体 彻底到了油镜灯库的时候 终于在带着儿子 重新回到海边后 他再也无法继续走下去了 离别前夕 儿子的眼神 也始终没有离开过父亲 似乎想要将他的模样 永远地刻在心里 到了第二天 父亲的身体 彻底没了温度 儿子悲痛欲绝 但还是强忍着泪水 将父亲的枪 别在了腰间 也就在他茫然地 望向大海时 一个陌生男人 缓缓地朝他走来 手足无措的 儿子立马掏出了枪 但男人表示 自己并没有乐意 而是询问 他是否愿意 跟着自己离开 儿子无法分辨 他究竟是不是好人 所以他只能赌一次了 得到想要的答案后 儿子跟父亲 做了最后的道别 随后 他见到了男人的家人 一个眼神柔和的妻子 一对兄妹 甚至还有一条狗 儿子眉心地戒备 彻底地放下了 他也从女人口中得知 他们其实一直在 跟着他和父亲 是父亲遗留在地窖的食物 帮助了他们一家 而父亲这无意地善举 也给儿子带来了生的希望